中国农历的五月五日就是端午节 它是中国很重要的一个节庆哦 端午节刚好是在夏季 是各种传染疾病开始流行的季节 以前的人为了避毒驱邪 所以在这一天 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挂着昌仆和艾草 为什么要挂昌仆和艾草呢 因为艾草具有除掉蚊虫的功效 可以赶走蚊虫 艾草虫因为形状像箭 把它挂在门上 可以除掉恶魔 还有啊 这个时候 小孩子的身上都会挂着艾虎的香囊 就是现在的香包 现在的香包外形活泼多样 有动物 花 鸟 还有流行的卡通造型 香包里面放的是香料 可以带来好运 保平安 是一种吉祥的地邪物哦 你还可以玩立鸡蛋的游戏哦 听说如果能在正午时将鸡蛋竖立起来 就表示明年会有好运到哦 记得最好使用深的鸡蛋 并且选择在等午节正中午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就将鸡蛋竖起来哦 说到了当午节 当然不能错过龙舟竞赛 相信小朋友都有亲自 或者是从电视上看过龙舟竞赛 华龙舟原本就是为了祭祀水神 消除灾难 祈求不孕 现在龙舟竞赛已经变成 当午节最受欢迎的民俗活动 华龙舟成为锻炼体力 以及团队精神的运动 而观赏龙舟竞赛就成为了全家大小调剂身心的最佳休闲活动 龙舟是一种大型的团体人力华奖船 它是一项必须借由团队通力合作才能夺标的竞赛运动 小朋友注意看哦 船身通常都漆成龙的图案 龙身大多是蓝色和绿色 现在我们就去看龙舟竞赛吧 龙船上通常会有一个舵手 鼓手 夺标手 剩下就是划船选手 船尾会有一位舵手 他可是龙舟竞赛胜负的关键人物哦 而鼓手在比赛期间 则会在船手打鼓 划船选手就会依照鼓声的节奏划船 这样动作才会整齐 也才能使船快速地前进 比赛到最后就是夺标手表现的时候了 当船接近标骑时 他就会趴在龙手处夺取标骑 是不是很刺激啊 说到了当务节 小朋友一定会想到香喷喷的粽子吧 一般来讲 粽子是由糯米 猪肉 蛋黄 和其他东西 做成一个饭团 再用竹叶包起来 放入蒸笼里 蒸出来的食物 小朋友 你知道粽子是怎么来的吗 传说粽子最早是因为人民在屈原投江后 害怕江中的鱼虾吃掉了屈原的身体 所以就用竹叶包糯米饭丢入盒中 想要使屈原的身体完整 后来所包的食物除了糯米以外 还加入了猪肉 花生 咸淡的内馅 就变成现代我们吃的粽子了 每到端午节的前一个礼拜 家家户户和商店就会开始准备各种材料包粽子 每个地方的粽子 造型 口味都不太一样 有三角形 四角锥形 枕头形 小宝塔形 圆棒形等 粽子线荤素都有 有甜有咸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台湾北粽 台湾减重 客家果粽 湖州豆沙粽 湖州鲜肉粽 广东果蒸粽 它们的形状口味和材料都各有特色哦 小朋友 粽子虽然很好吃 可是油脂很多不可以吃太多哦 许多人就是因为吃太多粽子 又不吃青菜水果 所以肠胃蠕动不容易 造成了肠胃不舒服 消化不良 小朋友要记住哦 吃粽子时最好要搭配一到两叠青菜 一碗清汤 以及一份水果 增加纤维质摄取 避免太多的油脂 就可以达到均衡饮食的目的 这是粽子做的粽子 那粽子要先泡水洗干净了以后 那我们拿来把粽子好 看好哈 要怎么折啊 来这一个哈 这个做粽子 两变在下面一变在上面 然后要重叠的时候就是说 这边三分之一 这边三分之二 从这边把它折下去 就是这边要长这边短 看得清楚吗 那我们先放米下去 然后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大黄 加大黄 然后 肉和虾酢 这是最好的前腿肉 然后加虾米 还有这是干贝 还有这是栗子 看清楚了吗 然后再把这个米盖上去 看好哦 这个在压的时候 这只手要把它压紧 就从上面压下来 压下来之后 把这个手弄紧 它不会散开 懂吗 好 这样子 这个压紧了以后 从这边再把它 因为这边不是很不好看吗 你要折这边 这样折过来的话 是不是这边就抛开了 对不对 所以要把这个大的这边 把这边盖住 有没有 这样就很漂亮了 对不对 然后盖的时候注意 有没有 这刚好盖起来的时候 刚好这样折过来 刚好几个角 一二三四 有没有 有看到四个角 然后 那怎么绑啊 然后这个绳子就缠两圈 要绑活节知道吗 绑活节的时候 它拆的时候比较好拆 来 可妈妈这个是什么米 这是肉米知道吗 为什么要用肉米 可不可以用那个 我们在吃 那个平常吃的那个米 我平常吃的米不能绑粽子 绑起来那个米 因为粽子吃起来会黏嘛 会QQ的 那个我们平常吃的米 绑起来那个味道不一样 而且那个米煮起来不会QQ的 就比较黏 就那个米就像我们吃饭米一样 不会这样黏在一起 肉米会黏在一起 我们肉米都做年糕啊 做什么都应该用肉米 知道吗 这是我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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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哦 好可爱 好啦 那我们下去煮好不好 好 那边去煮好 来 好 小伯娘 站着好了 起锅了 好 好 小伯娘 站着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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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好香 好香 好香哦 来 就这样吃 好 来 好 好 来 好 好 好 来 好 来 好燙 好燙